大家好,我是虚油鬼,欢迎收看虚油鬼的视频 看虚油鬼的视频呢,能学点东西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常识 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在送外卖 送外卖呢,就跟钱打交道 能接触到很多的零钱 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零钱呢 并不只是它面额上所表示的那个价值 也就是说你收到了很多一美元的小费啊 有的时候呢,这个一美元小费呢 它可能不止一美元,就是超过一美元 那你要注意什么呢 每一张美元上呢,都有一个编号 也就是说这张钱呢,有一个单独的号码 有一排数字 你要看这个数字有没有规律性 如果这个数字呢,全是一或者全是二 也就是说这十,将近十位的数字啊 都是相同的,或者是简单重复的 或者是一二二五四五四五四这种 这种呢,都比较值钱 你应该把它单独的挑出来 单独的把它留下来 还有呢,就是两美元 所有的两美元的纸币呢,它的价值呢 都超过两美元 也就是说大家看着两美元呢 都会把它收藏起来 也就是说市面上的两美元呢 流通的就越来越少 还有呢,就是硬币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Quarter,这个Quarter呢 有一些呢,它并不只值四分之一美元 它的价值远超于四分之一美元 远超于Quarter这个价值 比方说呢,美国成立两百周年呢 它专门出了一个Quarter 就是背后呢,有一个人呢 穿着传统的这种美式啊 英式的服装,但是打鼓的 这个硬币呢,它的价值呢 应该是在十美元之间 所以你碰着这样的硬币 背面有这样的硬币的 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花掉了 你要当Quarter花了呢,那你就赔了 还有一些呢,是印刷有错误的Quarter 甚至于包括一美分 还有五美分和十美分 印刷有错误的,有重影的 这些呢,都非常值钱 当然了,关于Quarter啊 还有一些一美分啊 关于怎么鉴别 怎么值钱的这个视频呢 你们去有网上搜 那上面特别多 上面有甚至于一个Quarter 值几千美元的情况都有 但是你不大容易碰得到 像我之前说的那个一美元这种纸币啊 或者是五美元,十美元,二十美元的纸币 上面这个重号了 这种情况下呢,不容易碰到 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 我讲给你听呢 你几乎已经是最后一个值得了 但是知道呢,总比不知道好 比如说别的老美啊 美国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呢,你还是要注意 万一呢,这个值钱的钱币 从自己的手经过 你又没有把它留住 你又没有把它发挥最大的价值 那就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还有呢,有不少同学啊 是做装修的 美国人的做装修啊 有一个传统啊 就是在这个房子墙壁啊 墙角的缝里啊 会放一些当时流通的 一美分的硬币 有一些硬币呢 那历史上就非常久远了 如果你发现 你在筑正修啊 你在拆这个地板 地毯的时候 发现了这些硬币 你留心一下 因为这些钱呢 年代久远 而且呢 它呢 它的磨损比较小 你看看里边有没有一些比较 可能比较值钱的事 这个概率呢 虽然很低 但是你也知道 买彩票的概率呢 是千分之千万分之零点几的概率 但是不买的概率呢 绝对是零 你这个彩票呢 现在都不用买 直接就在搜上 你就看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数字 没准呢 你运气好 就让你逮着一个非常值钱的硬币 或者纸币